这里马上把这个加康家打出来 他这里11个人就可以为我所用了 4700 这里围成52能为多少 我的这个 我的战役是很浓的 就是我们家族这个市值是很高的 他包围其实是要打很慢很慢 才能包围成功 这里 要挑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人数要挑一下 我觉得这个精良应该是不太够 我看一下 这里要计算一下 我现在能维持 我尽可能保证一年12月都在打仗 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这个效率 然后我现在是4700人 每月消耗的军粮是2200 然后我总共的军粮是253 差不多够用一年 但是我这个人数就会有增减的 到时候比如死了一堆 刚打完一场 这样死了一堆人就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这个人数是刚好够维持我这个开支的 因为如果我是把他们这个农兵提升上去之后 会导致我粮食下降 粮食下降的话 我当时打仗的话 能派遣的这个士兵会更少 所以我觉得就派遣龙多差不多 然后到下一回合 我们进去 先把这个打了 他这个只剩700人 你可以看到我是120 死120人 然后打他300 两三百的这个耐久 首先是把这个塔的耐久打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耐久 原先是4000的 现在只有280了 长短是丢了 能不能守住都是问题 他是一个很难丢的 打下来了 好 全都是我的了 这边 这边 最少两次的方式应该先回城 哦 他回不去了 风静和小溜他回不去了 因为他这个被包围了 那就直接入城吧 大哥 别消耗我的粮食呀 哇 大哥 你太骚了吧 哦 无法操作 你入城也不能入 我靠 你这个 我还以为他能直接从 这个这个 为什么出来这么一队 好烦人 这你看他打我 打很慢的 他这个耐久要全部打完 然后我才能 才能把这个存打下来 现在我这个人数还没回去 哦 900人 500人 差不多 差不多 9天 防守方战况是占优势的 他是 2800 我带 3500 我觉得足够了 这里 3500 那就带3500 现在就只要不掉完 就OK了 好 我宣布你已经死掉了 再同家 提出要缔结24个月的同胞 啊 可以的 可以的 我去路败的机会 微乎其微 嗯 这里 其实刚才没有看他 有多少人 他现在是 只有1600了 为什么只有1600 是因为 他很多人 去打我这个直带酒 花费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我这个城池的耐久 相当于是耗费了那么多人 我想 3500打1600 不要打了 这不用展示了 这里 这武将就放生 我们刚俯获了一个 这里直接回城 然后 大哥 你也可以回城了 哎 这个 风薰荷小六 直接入城怎么样 你直接入城吧 他直接进入这个钢基城 再到他藏导城 这个是美武将的 好 现在我们有九个势力 不是九个城池 这是下一股游戏吗 这是今天 突然心血来消想要玩的 好 天文是四点 已经十字年的冬天了 玉佑商人 玉佑商人 这个会卖给我这个宝物 其实不需要 这两少了800 问题不大 这里面 首先 继续发展 发展 再发展 哎呀 先投资一下 把这投资一下 还好 还没打下来 然后再发展一下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把这采设一下 这里面啊 都都是空的 这个地盘都是空的 因为打仗打太久了 这周围建设 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新设 新设一个这个商人厅 然后 续持持 来一个 这里的话 商人厅 哦 这里 哇 这里也能见 这里也能见 续持 这里能见 我没有钱了 只有六十块钱了 呀 是非 哦 是非是不需要钱的 不然我就凉了 然后调兵减将 要不要天下步 呃 这个是 算一下 我看一下 所属青州城 我找 那股野 算一下 那股野 那股野 这里应该 有很多 他们去哪了 呃 高丽清肠 啊 他们都是去 那股野了 来一个高丽清肠 然后 再搞一个 五永高的 长板新镇 然后再来 随便找一个 好 这里有三个人了 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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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水也信员 再往这儿掉一个吧 因为这个人其实很菜的 往大股野 再掉一个 比较厉害的 呃 比如这个九景中气 再过去 然后 松平广中 一会儿也过去搞一搞 去哪儿搞一搞 前天剩下 啊 这个金丝长进 应该也很差进 哎 就你了 松平广中 你过去 然后五永的话 嗯 大股野 五永都很敌 很多中高 来一个 图形大意 好 人多点就多点了 差多我们这里一共九个城市 然后来 调避下这里的人员 这组星差多就这么多 然后还是先五百人 够我虐他三遍了 这么多人 足够我虐他三遍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家伙干了 顺便可以把这个人收一收 呃 农业 感觉可以了 我看一下 龟山城 这边地形怎么样 这边地形起码退 嗯 我先把这四个搞了 下军新搞了 来 下一回合 先是四五年 十二人 好像我们这个四五年 就要过去了 好 我们这个武将 已经进入这个城市 好 全都进去了 龙城战 嗯 龙城战的话 我在这 六千人 差很多 他到时候会再恢复一些人的 我觉得六千人 稍微不够一点 如果是七千人的话 就够了 就够了 打两个车 七千人打两个车 应该是够了 七千人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三千三的军粮 一个月消耗 我这一年的收入 只够打三 只够打半年 这里地球就是 一波一波流推过去 把它干了 是不是特别后悔打我 我看赶路就赶掉了 六千块钱 你看我赶路赶了将近一月 我的天哪 哦 直接信长来了 信长来了 好 我们这里要玩这个信长 小六来了 十三 十五 我看一下有没有 包围攻击力上升 这个虽然他只有三 但是因为他提高 进攻这个是 无兵装攻击力 就是我没有枪 也没有马的时候 这个农民兵 他的攻击力会提高 另外是包围的攻击力会提高 就是我围攻他的这个城池 我会死更少的人 打掉他更多的这个耐久度 亲善效果 我从所谓开的 哦开的效果是很重要的 来一个这边取消耗 哇 减减一下减一下 可以了 现在是还是33 怎么还是33 来来 赶快 多弄几个城市 不然都没有地方投资了 开可能 最好是新设 因为 LV1的我等级 就是等级1的时候 是特别便宜的 而且建得很快 其实我还想设置一下 就是 就是刚齐 刚齐 来一个 然后这里其实还要再搞两个形势锁 形势锁的话 到时候我们要去打这个 长条 到时候 我们在那里打的时候 就会有一定的优势 以后我们就 以后我们再和大家介绍 嗯 7000人 把底儿都掏空了 7200 差不多 嗯 打下看看 你看这个城市耐久只有2500 啊 那时候你可以搞三个 好 开始轰 你可以看到 我是140 打他294 这带角很快就被轰没了 这里是结合多少人 结合3100 3100 无所畏惧 然后 死了之后 他里面的这个士兵 就开始叼人 也是一样的比例 哦 不一样 好像人的话就是220 好 已经被等 被我打下来了 您来的太慢了 大哥 然后这里是7天之后过来 我要等他 建议主 不要去摸关于四城 嗯 我 其实再过两天我就可以摸 我暂时不摸 这里是 我在这里等他 我可以在这等他来 但是我可以过来 过来这边更好一些 这是 哎呀呀 我要记住 那是十字我非常硬的 三千 无所谓 然后 这看一下 他还是要往这走 哎 他还是要往这走 我要在这等他 这里我是4500 打3100 这个无所谓 然后这座城的话 耐久是6000 但96000的话 我 嗯 其实勉勉强强 才能打赢 嗯 然后这座城的耐久 十多啥 这座城的耐久是2500 噔噔噔噔噔噔 我来这儿 我先来这儿 然后一会儿我来打这个伊赫上野城 Pike 2 抵达 抵达之后 好 我们手动操作一把 Especially 因为我不想掉2000人 置到两千人之后 再打这个伊赫上野城 还得要去强弓 这就很麻瓜 最好是手操 噢 然后去还是自动 第二次 自动死了3000 死了0,3193 这个人数 3200人 rules 如果是有4000人 的话就ok 打这个就很轻松 哦 噢 哇,我也懒得不到了,好煩啊 这里 哦,投资一下 嗯,最后把这个日野生 调一下,就出粮食就行 就放100人,不能调到零 调到零就马瓜了,然后再发展一下 发展的话,把这个附近,像这种 没有用的东西,就撤了 都别建议我,这无所谓的 他们真的很好惹 这个和全面这些还不太一样 我打起来就真的很顺手 是不是想听,啊,一并选择 这几个地都很硬 主要是我发展太快了,他们还没有起来 他们还没硬起来就死了,知道吗 我这个才,连第一年都还没过 连第一年都还没过,你知道吗 我是四五年三月份开始的 这里我想想 三千五打这个,应该没想够用 应该没想够用,但这边是没什么人呢 OK,待会儿还要得要再来一把,才能把这两个承受了 凡人,浪费时间 是的,终于播了 反正我要不,就玩这个,要玩就玩这个清品 大哥,来,帮我打一下 哇塞,这耐久掉好快 相当于 这是哪人 一千四 一千四,我留着吧 我看一下 这是攻击方 有优势 这是防守方有优势 那我就在这儿 啊,这是攻击方有优势啊 呃,攻击方有优势 这里是不是还有手操 应该不用 因为他只有 一点点人 这样吧 我直接过去干他 然后干他之后 干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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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应该吧 应该很好赢 应该是非常好赢的 好,赢了 我竟然死了八百人 啊,七天后 从这儿要七天后才能回来 我不该走的 好,回来了 然后赶快回城 赶快回城 然后回城之后 等午觉回来 然后等这个士兵起来 咱俩我们再去 做这个第二波 现在是春天 我感觉 得要把这些人数调一下 要成 一千五的这个农兵 就比较好 OK,再发展一下这个农业 农业 农业的话 这里找一个 去做这个羊土是吗 好 去做这个波状 OK 嗯 发展 才是硬道理 哇 这里 哎呀呀 把这个撤了 这个撤了 其实这个也可以撤了 这个无所谓 好,再发展一下 嗯 金刚刚 现在开始了 应该不打我 反正等我把这几个收了 然后再打这个金人家 一直一直 我要打到这里 打到浦渊城 这里我觉得 调整一下吧 还是需要一千五 一千二十 人双少一点 一克上一层 这里 三百 哇,我鼻子好痒 六小小 发展体炮 体炮有什么用呢 体炮就是增加你这个部队的攻击 攻击力 防御力 都会提升一个这个档次的 哦,这里 冥海神 我都说 为什么人都少 冥海神 刚刚 就只有四百多人 然后刚骑一千五 OK 可以了 嗯 可以了 现在也没有钱 我现在 哇,每月收入有两千块 哇,这美滋滋 你看我这个粮食用的真的很节省 用的太节省了 回来吧 将军们 就是你看刚骑 刚骑这两人等他们回来 好,回来了 然后首先这个将领先回来 然后这里是五九 四十五 四千五 四千五足够了 我不用等这个士兵全都回来 三千九 信长之野望 嗯 信长之野望 他这个三千九 我看一下 这关司城有六千的耐久 相当于是三千人 这个的话是有三千的耐久 我觉得最好派一个五千 六千人过去比较好 四千五 应该干不下来 六小虾起初交涉 要建 建言臣服于我们 嗯 这种臣服于我们也是可以的 因为臣服于我们的话 直接就算是我们自己了 你知道吧 就是直接就算是我们这个领地的 等一下 那现在我们这个战役就开始减退了 来来 龟山城走起 相当于是送我们两块地 然后这个战役它是随时间流逝的 我们这个刚刚停战 所以这个战役还有减 然后这个时候 龟山城 看一下它是 在这里要和我们打一下 我们六千一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龟山城的耐久是多少 它这个城池的耐久 两千五 三千 那很低啊 附庸收啊 能收当然要收 六千四 诶 等一下 先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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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五 六千一打 三千五 他这里 OK出来了 会进行一个这个集合 你看这个 拼了老命 也没用啊 太简牛衣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继承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 军量消耗减少 这个很重要 军量消耗减少 这几个 这样军量消耗减少 能够减少我们 这一个季度的这个军量消耗 这还是很爽的 神下 商圈兽提升 嗯 嗯 先这样子 那朝廷来访无所谓的 然后我看一下 嗯 其实接下来还要把这三个打了 把这些收拾之后 我再去打金山家 其实也来得起 主要是多收一些土地 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商业 开发 只是四个钱 差不多 这是四千四千 感觉还得要调一下这个人数 直接调两千吧 不然不够用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哇 这个 一五成人好多 这刚起人也好多 主要他奴隶比较大 现在就OK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胖揍一下他 我想想啊 这里 不手动战斗吧 手动战斗 其实超级超级简单 嗯 这里我带人不够 如果我带的人很多的话 这是一路可以猛下去的 这里不决战了 死了两千四 如果我操作的话只是死四百 你行不行 直接看 这里还是一比二 然后马上 就下来了 归线神下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这里 感觉 啊 又是剑云臣服于我们 这种剑云臣服于我们会不会有问题 嗯 这个 主要我觉得他们发展也不会很好 臣服于我的话 那 这里我想想 能节省 能节省不少时间 那剑云臣服于我们 我们先介绍 结果对于这个剑云臣服 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个商圈 我们一会打下来 就是宋老臣打下来之后 这个商圈就归我们了 这么大个 看起来贼爽 我喜欢 再开发箱 哦 差不多了 现在只有三百的资金 我们的资金每月有两千七 哇 真的给力 就等将领回去一下 回去之后 我们 然后直接宣战吧 直接和这家伙宣战 这应该是北富 和他宣战之后 我们这个建议就保持一致 哇,哇,这三家一起给我这个物资,真好 哇,这某都还是有好处的啊,我之前就太毒了 感觉...等一等 OK,这人回来了 一分钟也不要浪费 嗯,之前只有一万人 一万人差不多 一万人可能有点太欺负人了 哦,看到没,我的战力下降了 这就是没有及时宣战的这个后果 哦,大哥,他拉过来了,五千六 集合了也没用啊 好,集合了要过来 我看一下这块,这个地块是有上限的 上限是两万七,那无所谓 我一万二打他三天八,妥妥的 没有任何问题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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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然后看下 这里再通知一下吧 农业 发展一下 这能农应该是可以 做下除草 呀除草草都无所谓 归先证 啊归先证 不要吃我这个钱 这差不多 别人应该就是发展 发展千万不能忘 天下不武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裁撤这个不裁撤 我想想 我们把这些顺势发展一下 啊 我们就是什么原因 啊 没有武将过来了 剩下这些顺势还发展不了 算一下 直接打吧 呃 46年6月份 我觉得如果像今天这样操作的话 真的有可能在 51年 1551年的时候 天下不武 傻瓜天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志向 不同人的志向 会有不同的这个buff相对式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有港口的商圈 收入增加 然后进驻 两个拥有渔港的商圈 这个还没有激活 这个激活之后 呃 就是达成这个条件之后 这个有港口的商圈 每个月都会自动成长 然后这个的话是 拥有两个商业港的商圈 这是价格下降 哦 然后购买军粮下降了 变得无法独占商圈 这个是不能独占商圈了 然后大名亲自出生时 部队士气上升 然后势力的足清达到 1,500以上 比一比敌方少的兵数 决战时部队的5C上升 啊 我都是人力斗打人上 这是与金专家 的决战胜利 啊 这是成功过一次 然后行军时不受恶劣天气影响 决战时部队的移动速度上升 然后侵战效率会下降 OK 连加铁炮 这个无所谓 这就是两个buff OK 直接来这干就完了 好 1万打5600 带你这么多人之后 干你了 他死那么多人之后 元气大伤 这里 哦不是大哥 干 干就完了 打完一枪之后 他自己就停止了 OK 俘虏一个 5500打 打你应该很轻松 好 来进出一个 来进出一个大伤圈 哇 土骑人 运前三十多点 哇 信长也是三十点 给力 这是二十三点 二十三点 冰庄共飞 我再上 我不买炮的 我都是徒手打上 但是我有些地方会缠码了 后期都是用不完这个码屁的 然后这个 哦 这个是很给力的 哦 是的是的 但是我不想明码都参与进去 不然那样太累了 港圈成长 哦 剩得下 剩下这个包围使帝冰 那其实我不包围 我都是直接打这部队 用下 然后足清木兵速度上升 这个无所谓 损失的话 就是说损失的一些人 而且他们带过去的什么火炮啊 都会有损失的 就是带过去的火炮 就给他们装备的一些装备都会有损失 损失其实无所谓 但是我不想搞 哎 这个不是我的吗 这应该是我的呀 哦 不能独占 这好像就是受之前的那个buff影响 不能独占 这无所谓了 之后我就委派一下 这个商业 很多业的管理交给电脑 其他的 我来 然后这里我们把这个送到 搞一下 把这些出军清零 然后再发展一下 现在 这个钱慢慢的就用不完了 就能够有一些这个结余 这里有两个生意的 几好几好 一个水水池 下一个个看一下 能打完吗 啊 这是第十五代 这个也是剑员臣服于我们 完了 我不会被这个东西坑吧 他们就成为了我们这个陈子 就不用打他了 因为打他肯定就有人输了 他们不会自将残杀 然后让我去帮忙吧 大致也是第十五代 是的 呃 哇 怎么全都全服了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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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干架 真他娘的没意思 我觉得还是来打你吧 我看一下 嗯 这里先不上去打 先把下面安定了下面 之后再说 先和这个金山家打一下 他是日本排名第六的这个大名 这两家决定协助金山家 但是我们的盟友更多 对不对 哇 送了一万的巨量 好 真送了一万的巨量 嗯 我这里看一下地图 我要打这个陈池 这层值 你看我的上限 部队上限是一万两千四百 他是九千四百 所以我到这儿就能够很好打他 因为我这里是有这两个设施的 这是能够提高这附近的这个 呃 士兵数量 所以我就派个一万多人打他 一万两千四百 对吧 哦 二九十八 不对啊 这人数好像不够一点点 这人数好像不够一点点 我要凑够一万三就好打了 怎么喜欢了 拜拜 不送 这里等他们再涨一涨吧 等他们这个人数再涨 一点点回来 哦 他过来打我 他要二十九天 我这里也是二十九天 要防守方 他是一万九千的人 这里 嗯 这里是十四天之后 在这儿打一下 哇塞 我不可以尝试用一万三打一万九 因为他这里会受到这个战场限制 他就只能派一万四的人 把劳给力 我看一下 在这里 不能在这里守啊 在这里守的话 这个全部人都可以起来 所以我就在这儿等他 在炎略四 对他一点凶 我喜欢 我就在这里和你取一次战 嗯 升一下 上也不用管了 上也就交给电脑 我就负责开发 方向 有时候如果 其实这个六角家 有些人才的 现在是有九个人 有的家族 比如说斋藤家 有名之光秀 这样的家族 你就不能接受他这个投降 你必须把他打了 之后 把这个加成 俘获回来 为你所用 送死吧 要请自己 上这个战场 好 现在是一万三 大概一万四 然后我们 冲上沙地 神出鬼没 神出鬼没 开始吧 他只有七支部队 哇 我九支打他 其实真的会非常简单 一会儿你就知道 为什么部队越多越好 我们部队人数 都比较平均的 这样就非常的棒 这里 他应该是全军出击 这个阵型 有可能是全军出击 嗯 我来这儿吧 所有部队都掉到这边来 然后真实的地图 其实是可以封禁 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地形 这个地形的话 在这儿看不到 哇 他走那么快 哦 没没 看错了 我感觉 但是走得很快吗 哦 这是赤红还没有报道 他们新的位置 但如果走得很快 有可能是 呃 发动了那个 全军突击的那个阵容 反正金川一元 你手动打他 是非常非常好打了 这里有两队 强袭队 强袭队在 见到敌人之后 比如从侧面进去 就直插敌人的这个心脏 哇 你看他这个范围好大啊 其实我们就守着 这几个堡垒 就能赢 哇 这个直接 往这走 就等一个这个敌军 我们的赤猴 没有刷新这个动向 可能是因为这里山路的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 我们这等级 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处 练得还比较差劲 反正 他是 看得不是很准 都不知道敌军去哪了 他只是说给一个 大概的预计 这平原的话 如果这 都是平原的话 他就比较好预计 好 察觉了一个 就是C 没有人来我这儿吗 哇 来了 新的预报出炉了 我在这里 只要挡住这个人 剩下人 就可以把他们包了 找到部队了 哇 找到了 和我一小的不太一样 但是他 肯定被包定了 拿个突击 这里之间信长 有阻挠 不需要阻挠 这无所谓 我在这里是 骑西家侠击 很快就赢了 就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们应该 选这个阵型的问题 然后直接就赢了 再加一个 亏讨 天哪 他们这个策略都来了 鬼柴 瓦解 弄得瓦解 好爽 已经赢了 是不是就很假 就是你玩得好的情况下 我 我估计可以 一一打十 说的有点夸张了 一二打十 一一打五吧 你看我这儿 只死了一点点 我的天 我死了四百个 他死了一万个 所以这里 真的是要手都打一波 然后剩下的八千 小军兵就回去了 这里 他这个战役下降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直接过去 把这个吉典城包了 刚过来 就打 人多打这个的时候 是非常爽的 战神比很低很低 赢下来了 现在就开始疯狂地採夺 青春家的土队 其实可以把这什么 太原雪山处决了 但是还是不处决好了 然后 清长 五天之后 再打这个 这个这个 我全都要 他基本上是亲近 家里所有的家里过来打我 结果 不开机 实在是够呛啊 那个战神比太夸张了 我昨天打到一个 呃四百的打掉了四千 我已经觉得很夸张 结果今天四百打掉了一万 农业发展 这里发展一下 呃这里这两个就 其实是不需要了 然后这里 留一个 这个不需要 我去发展 哇现在是八个钱 钱又不够了 嗯 我感觉可以打他 三四个城市 没有问题 哇这把好顺啊 在商业有人帮我投资了 这个电脑自动会帮我投资 我直接就负责攻城 略地就可以了 OK 哇 哇 他从五田家借了一些人 你可以看到 这个五田家过来一些人 这里是有九千七 九千七 我觉得手动会比较好 我想想 我把钱打下来吧 这块的话 上线是八千四 把钱打下来 损失一点点没关系 他这儿集合很长时间 要二十二天 二十二天这个城条城 早就是我的了 这是打闲也不知道 上山打村上 无所谓 哇 只有七千人了 六千 这波有点糟糕 我只打下来两层 我感觉就差不多没了 好 现在是六千五打八千四 我就守守在这儿 然后他大概还有十七天 哦 还有十七天 这里是攻击方有优势 杏贤的骑兵很难对付 杏贤不知道有没有来 可以看一下这个队伍 五天 哇 五天姓凡 五天姓凡 有点反缘 嗯 六千五打九千七 应该也OK 挺好的 让我这里恢复一下 对吧 让我这里这个上面恢复一下 我就等你十七天 浪费两千的两场 这不所谓的 OK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走过来的时候 这个路面的这个设施就被毁掉了 哇 这里再变态一下 金钱这要用 呃 飞盟国将射有力 然后军马购入飞用前上 四岭内防御力 哇 这是我们自己的领土里面 防御力就提升了 第一局两场 我能加这个无所谓 四岭内防御提升 哇 去量少好前场 加四岭内防御提升 哇 三个这个岭内的防御提升 应该会很给你很给你 就是打他就跟七菜一样 感觉他这一步要来个认真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部队视野过大 这很重要 这样的话就能更快的 看到这个电脑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祖星其实无所谓 请问一下 这四天神不需要 把钱还给我 不要挨我的钱 长条城 不需要 因为差不多够 这五天 也是菜 竟然会帮 你帮吧 我不信你能打赢我 我昨天去打了下 那个前面战争三国 并逆的太惨了 是否难以预测 不买点装备 装备不买 因为有买装备的钱 还不如说是买一些粮食 多打打价 对吧 多打打价 多打价是重要的 哦这是七百人 我们现在有没有 五百 够了够了够了 这绝对够了 神出鬼末 还是神出鬼末 这个阵法 然后他现在终于起了 是九队 但是这几队人比较少 这几队人比较多 是一千多 这几队 我们挑几几队吃吧 大概是在这里 打他们 来吧 这片路有点难走 不课金吗 课呀 这不是正在攒钱吗 正在等你打赏礼物 攒点钱 对不对 我不是 我不是 家庭平安 没有办法 每天不断的克金 我要攒点钱 不然你以为那个 一天三天哪来的 这军动向还没有掌握 我以前最喜欢的就是 再来搞一排 真正的包装子战术 一会儿你知道我们这个阵有多大的用处了 有钱就不用看别人课了 不一定有钱 让人不一定有时间和那个精力 特别是有的机比较干的游戏对吧 他们应该要来了 我想好了 我就要围歼这几个 这两队是防守中的 我已经见到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冲着我来 反正我这两队应该能防守很好 哇这两个七夕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拉过来 太爱变态了 哇且不需要 需要绕到他后面把他包起来 铁炮 就在这里可以放这个铁炮 但是你不觉得你放的有点歪吗 我就吃这两队 把这两队吃完我就赢了 这个我都不管 他这队应该是突袭我这里 哇都只把我忽略了 亏逃 亏逃但是他逃不出去 只要我这个阵情 没得很好 但是逃不出去 已经丧失斗志了 继续 停了 我的天 你看这四队完全没有派上一点应用仓 哇 这个游戏不能守仓 450 死了5300 都可以没有汉河 那是汉河吧 还早合 那就是那个 什么的武器啊 我这6000人 感觉还可以再来呀 呀还是可以再来地啊 这个称是4500的代表 6000打4500的代表 OK的 他们家都没有士气了 所以我6000随便走 哇 哇 给力给力 可以看到 1比2 哇 又来 大哥你不是吧 这里本身还有2500的守军 然后再让这里 来老子陪你号 我先围城 然后这里他要16天之后过来 行 我等你 我还需要两波 不是还需要一波 就是除了这一波 这一波我把它守住之后 我就把这个减一股城拿下 之后回家 然后重新把这里这个士兵招一下 这里就等着 等防守 先来先不要打了 再打的话就有问题 我们在这里作为这个防守方 防着这里就可以了 哇 贝勒6900 6900你不也是渣渣吗 这有点烦人 嗯 趁着这个大好时机 反正是调到3000 两千就不够用了 可以看到这个 农地没怎么开垮 这东西还得要我 亲自操劳一下 不然这几个城市 满足不了需求 他的农地太爽了 然后还有 另外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发展一下 稍稍的稍的 稍的稍的 我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种流民 失利坚持哦 有这种3000的流民太爽了 我们要给他们增加一些流民 流动人口 拉上去 增加办法就是 做一下发展 速创厅 刚次有了 这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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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搞一个 草雕城 搞一个 可以了 然后你们也先不要委派 我还是我自己来 感觉OK 然后发展一波 我这粮食 根本就用不完嘛 我先试试发展一下 好 下 下回合 他只有十年之后 开始战斗 这里还是需要手操 手操三波之后 一元家就真的没有 可以用的人才了 这里 感觉这里又有了 到时候我再组织一波 一万五的人过来 我先把这个粮食攒一攒 这里肯定也是我赢 但是就是 需要一波操作 这样吧 我操作快一点 神出鬼没 感觉真的很好用 不卖了 打磨一下部队 不用 我这个 要留着 撑远口 到时候搞一个 一万五 甚至两万的部队 一波流 把青春家推了 这样的话 推的话会非常非常的迅速 他没有任何 还手的能力 我们在这里 算是五千打一万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 哇 我这里担心他会冲着我的本阵来 他就是会有一点全金突击 然后往我这里去打 对吧 这样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地形 这里是有水 他过不来 不知道这个水能不能过来 这水应该能过来 可以看到 这里应该是平地 这应该是可以过来 平地好走路 我们来山地吧 我们来左边 因为山地也不好走 他们右边这些人 即便要支援也是远不过来 走着马 群马蹄泡 信长有三日记 我走的不是就是我们可能 目的不太一样 我目的不是很纯净 我不是不是很纯的 说是要魔力部队打 打下不是的 要看那种将军对战 就等我之后去玩 那个全面战争 全面战争玩起来还是很爽的 现在 再走一段 信长 是对力还不少 但就是 你加了多少吧 最多加个五十六十的攻击 OK 现在需要好好调整一下 信长我要 深一点吧 放深一点 叫他 把他保护好 我就怕他们冲着我本身过来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里保护好 现在完全不知道这个敌人去哪了 而且看一下他们人数都是一千多 我们最好等一招他们这种三百人的打 这种小只小只的部队 只要见面我们基本上就赢了 这种三百人 靠边 这两个人对换一下 不然这种三百人很可能会被两边的这个部队直接夹没了 所以把这种八百人部队往这放一下 好 差不多这个形状 这个相当是 怎么这三个是支援用的 哇 这里有三大坨 三大坨也不怕 只要他实际崩了 就简单 他应该会顺着这边来 不可能从这边过来 他肯定是直直的奔着这边过来的 你要直接打我这个的话 那你就蠢了 你可以看到 这里开始 我的身体就开始回升 我再等一波 看到了 看到人了 我们就把这个干了吧 我觉得甚至有能力把他见面 我们是五千人 好 来了 这人挡他一下 侧滑 侧着滑过去 看 这里我是侧着滑过去 这三百人完全忽略他 这个是他本阵 肯定是他本阵 精神预言 我们只要把这个部队杀了 就赢了 太鼓 没必要 太鼓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攻击 但是也会死得更快 这两队是这样子的 一个往这边走 上面这个 直接搞一个这个鬼差 他要退 但要退也没有办法 可以看到他实习消磨得非常的夸张 这有bug就赢了 我还没爽呢 你怎么搞的 为什么就赢了 精神员对铁炮摄影性很高 有摄影性也没有用 我是 就死了250人 你都没有得减了 250 杀了5400 完了 好 直接铁炮之后 这精神员太猜了 你电脑能不能给点力 谁放 然后信长赶快回去 不是 有些设置的 太 没有技术含量了 就没有挑战 一点挑战都没有 能不能给点面子 下次直接把他们这个 加个零 不然都不够我打的 就他们什么人口啊 攻击啊 防御啊 全都加一个零 这里是阻力灰 这是剧情 如果你们要看剧情的话 你们当着再看 我们这里今天就不卡这个 这是剑豪将军的这个诞生 阻力情 然后 先回去 我们这个士兵 调整到3000 调整到3000之后 三九二七 我们最多能调到 大概两万二的部队 这个部队回去了 已经回去了 然后农业 一定不要忘了开墾 这个钢琪开墾一下 这些人来敲田 然后一股 这总共是 弄点 我们把那个农利比较少的 开墾一下 不然农民都不够我们 真兵 这有3800的 开墾一下 4500 青春 青春其实也好少 全身呢 712 开墾一下 开墾之后 到处可以用的这个人就多了 然后再开发一下 一拼选择 嗯 接下来 把这里的人数调备一下 锦衣不成 好 嗯 开墾出击 我可以分辨 出击 开墾 哇 这个 农 subtle 你也可以分辨 别人 确实 我没想到 这些人 哎呀 这些人 有点 点 很 看看 把这个温宫 但是需要两个月之后 因为农民兵母级的比较慢 所以当然还需要两个月之后 那现在16000打回去的话 推不平 麻烦了麻烦了 当时应该母级 应该改改成这个 3500 当时就4000了 谢谢你送的必克拉 感谢感谢 我想想 这里没空的话 就买些粮食 前期粮食还是比较便宜的 后期就是乘以4乘以5 嗯 要不打 我觉得可以打 来一波这个攻击的是吧 第一次充实 好的呀 而且这是攻击方 有净优势 好 我们来做一波这个演示吧 给他演示一下 是怎么样 不打电脑的 他都 他都 走 电脑这里其实 他也不会特别判断了 他其实在这里是 防守不是很占优势 这一块地点 这块地点 是对这个进攻方式 特别有优势的 哇 你这个来得及吗 哇 刚好来得及 给你看一下 就这块地点啊 但是攻击方 战况上升 哇 这是忍忍超甜 压送的吃瓜 感谢感谢 我们7000 17300 打17200 那一定要打了 是不是 刚刚看起来 防守特别好防守 对不对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一元是2500 嗯 然后有些这个C的菜鸟 这些为什么都是C 都是B 我告诉大家 是因为他家很多人 武将都被打残了 武将都被打残 他得要一两个月 才能回得去 那种 就会导致 他没有办法 把那个 随时都把那个 特别他家最优秀的 这个武将拿过来 哎呀 冲阵上迪 这是我的新游戏 这个游戏 我们到时候会做成这个视频的 我感觉还是很有趣的 这里 我们也可以把这几个战局 但还是一样的道理 嗯 尽量就是 人多打人少 哎 像是这边 你可以看到 CCB BCC 啊 这边是C CCC CCCB CCBB 这边人比较少 我们把这边打了吧 而且这边是一马平穿的 嗯 看不懂 这样子啊 这是战略游戏刚开始的介绍可能 你错过的 我们就是要 打掉其他大兵 就大兵就是那个领主了 我们打 把其他这个领主的 地盘抢夺回来 争取 目标就是争取在 呃 52年 1552年的时候 把这些全部收复 全部收下 他走得有点慢 这个和这个 我们摧毁不了 就是你派一堆步兵过去 把这个摧毁了 这是可以的 呃 其实可以的 你就去把这个打了 这可以看到 他是53的攻击 和防御 我是100 这支部队 直直过去 把这个先破坏了 然后 这个要 应该是要三回合 才能回来参战 然后这一支就过来 然后这一支 过来包 方 方法还是一样的 这是包他们 这稍微露点屁股 往右边走一点 这个就把这边挡住 呀 他们四个好像回过来了 那我这支部队 就不要过去了 现在还没有一个 加CD状况 看来这个诱饵挑拨 诱饵挑拨是我的这个战法 战法的话会导致 我这个防御力上升 同时吸引这周围 一个圈之内的这个敌人 来打我 来打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往回撤 一边撤一边走 他们就很爽 你知道吗 就很好地去围攻 我先打 顾河 拦一下这个家伙 这个本阵已经被摧毁了 那就 直接在后面 夹击这个 这个在这儿夹击 这个在这儿 这个过来 本阵部队 总团一下 让他走路变慢 感觉亏了 你看 这里就加息了 哇 他这部队调遣的 还比较快的 还有三队 没有漏脸 哦 亏逃了 我们这里 你看 这事情 我们还处于劣势 还不是一半对一半 嗯 尽可能 赶快把这几队 也全部击毙 我们这只 快要被夹击了 想想 怎么样才能把 这几只部队击溃 哇 这个 好惨 被打屁股了 这个从侧面来 这个从这边过来 这个从这边过来 这三队就OK了 这个瓦解 瓦解可以用一下 然后 信长过来 这边贴住他 然后这支部队 留到这里来 这支部队就从 后面过来干嘛 这里没办法 就瓦解一下 瓦解之后 就会导致他们 看 这攻击就67了 刚才是B 就变成C了 卡布就升了一击 OK 我就把这支部队 也打散 也打下来 好 又是夹击 刚才 一两秒钟没有夹击 因为这里是 我被他夹击 他不被我夹击 所以刚才一两秒 他是没被夹击 但是现在 我这两支队伍是夹击他的 诶 这个信长过不去 这里不需要怎么样退 就调一下这个站位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他们就夹击不了 电脑是很笨的 突击 突击增加一下 这个部队的攻击 就变成200多 好 一左一右 把他夹击 这个家伙 还得要过来打 然后现在这个战局 我们还是属于劣势 然后再把这个击溃 好 溃倒 怎么办 这个直接过来 这个直接过去 这个 从这边过来 我们难道 直接把他本质击溃 直接把他本质击溃吧 但是这里有好多 其他的这个部队 滑起一下 从A就变成B 一玩的话还稍后来 OK 这里我就把他本质部队击溃 应该就可以了 还是处于劣势 但是我可以 接连把他们两个击溃 好 包小子 突击 击击 一定要过来 好 好 呀 天机部队没有控制好 先把他本质击溃 我们这个 海运回合会实施那个什么 U2挑拨 U2 呀 又在这儿 刚才没有把这个派上用场 那就废了呀 只能把他本质击溃了 这里要赢好难啊 戒备 戒备可以提升这个移动速度 同时增加防御 哇靠 移动那么快 战线回归 我直接把这个部队击溃 他们 士气没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攻击防御 特别特别的惨 我现在士气还足够 就直接追着他过去 要不要再围堵一波 这边有四支部队 他也是四支 哦 我有五支部队 我觉得OK 我就在这儿组织防线 然后把这个夹击一下 这个无所谓 这个能夹击不一定 袭袭 哇 这个好短 这个好短啊 一小格式气 哇 这个太短了 这两个队伍直接把他灭了 这个部队又要没有了 嗯 这支部队也快不行了 三支部队还是很爽的 我这支部队也快不行了 看一下 好 撤退 已经击溃一个部队了 然后就能 赢很多 我们有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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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继续打他 但我们这个可能会被 会被打 这三个就把这个击溃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赢了 就把这个点破坏了 然后这个直接过去 把它干了 这个过来支援一下 来来 把这个破坏一下 把这个打了 之后我们应该就 把这一把 我这支部队也要崩溃了 因为他一直一直在打仗 但是他在这里也要被击溃了 我这里直接把这个击溃 这里打下这个血斋 终于胜利了 好难啊 死了4000人 杀了12000 这一把杀得好爽 把他们没人杀干净了 这把杀得好爽 这个把杀得好爽 这把杀得好爽 这没有原因了吧